无法超越的三个角色 第一位金超群饰演的包拯 这一版本的包青天 就是观众心目中包青天的样子 金超群扮演的包青天 在一望包青天庄严的形象上 还加入了铿锵有力的念白 更是展现出了包青天的七情六欲 铁面无私 使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立体和真实 也让观众更加能够接受 金超群如今已经七十岁了 但依旧对包空戏相当执着 可以看得出他对一组和对包空的喜爱 第二位梁万华饰演的敌人节 相信大家都看过这部电视剧 一句原方你怎么看 成为网络上的口头惨 可见观众对该电视剧多么痴迷 梁万华不仅身材酷似历史上的敌人节 还有精湛的演技 做到了神似和行神的兼备 还演出了最为经典的敌人节形象 而且电视剧敌人节中 还有大量夹杂着古文的生批台词 但梁万华却可以轻松拿下 可见其台词功底的身后 换作是如今的小鲜肉 背诵的唐诗诵词都难如登天 更别说背诵古文了 第三位 有本昌饰演的季公 毫不夸张的说 有本昌就是季公的化身 史书中记载 季公破帽破衫破鞋够难衣 貌似封奸 而有本昌扮演的季公 完全符合这个设定 他衣衫蓝绿 穿破鞋戴破帽 走入一连一拐的 说话摇头晃脑 状态疯癫 有本昌的演技更是神奇演技 让观众们为之震撼 因为有本昌老师塑造的季公太经典了 很多人都相信他真正的季公钻石 小编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之后也有不少演员扮演过季公角色 但反响效果与有本昌相比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以上这三位的演员的演技精湛 扮演的人物真的像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一样 活灵活现 入幕三分 所以至今无法超越堪称王帐 感谢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